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前阵子办研讨会 还有以及一些事情比较忙 就停更了一阵子 很多朋友在问怎么停更呢 事实上也不是停更 就是看心情有什么说什么 比较忙就是暂停 在暂停的这个时间 有一些案子在进行 然后呢协助客户 包含说这个Transformer的Modeling 就是变压器的硕模 或者称为叫建模 那有产生了一些PowerPoint 分享给我的客户 那我干脆就把这些PowerPoint 变成一个系列影片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这个变压器 其实变压器的一个整个 它的一个参数 大家应该可以自己上网找一下 一个完整的变压器 它的等效电路 大概是我们画面上 这一个这个这个线路图 拿一个笔来画一下 那典型来说 你可能会有一个 那个绕线会有电阻嘛 所以在一次测 或者说圆边副边 这种电阻 它会所谓的电阻 那绕线嘛 它会产生所谓的电感 我称为叫那个漏电感 那这两个电感之间 会有偶合关系 所以它会有所谓的 互偶的一个电感 对吧 然后呢 自己在 自己的线圈 它每一条线之间 它也会产生寄生电容 所以会所谓的 这个绕线电容 绕线产生的寄生电容 那在一次测 跟二次测 各自会有一个电容 C1跟C2 那这两个线圈之间 也会产生 那个 这个互偶之间的一个电容 那我们称为叫C12 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线圈 它本身它会产生损耗 那有损耗 事实上也可以 等效上它也是一个电阻 那我们在这边呢 称为叫那个铁心电阻 RC 那我们这个系列里面呢 就将每一个参数啊 怎么把它量测出来 为什么要量这个 是因为 我们有些客户在 或者说朋友啊 他在做 那个模拟 就所谓的仿针的时候 结果 为什么我这个结果啊 这个波形很漂亮啊 那为什么在实际上不同 那肯定是实际对的吧 对吧 那你就要 必须把实际的东西 原原本本的 把它输入到你的那个模拟上 你的仿针的一个过程中 那它 它产生出来的结果 才会是最正确的嘛 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个 这个小小的工作量 在前阵子 那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就把它变成一个系列影片 来教大家 怎么把每一个参数 都把它量测出来 不过这个完整讲完了很长 那所以呢 我觉得一个影片不要太长 所以我们呢 把它分成 应该会有六个吧 一个一个 来跟大家慢慢的说明 那首先 我们这一次 这一个礼拜 来跟大家讲讲啊 怎么去量 这里面的 换个颜色 怎么去量我们的R1 那个肉感电流 L1 肉感电流 那个 肉电杆 L1 以及它的 那个 护杆 L 那个 MAG1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个简单的内容 那我们把它等效电路图 把它拉出来 看我们要量什么呢 我们刚刚不是说吗 我要量我的那个 R1 那个 LL1 跟 那个 MAG1 那要量这个呢 很简单 因为我只是要量我的一次车 对吧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关键 我在量的时候 我右半边这边是开路的 我就不要去接它 不接它 它就没有任何的 环路 没有环路 你就不会量到那边的一个参数 好 那这样的 这样子一接啊 我们就成为叫什么 在Border 100 这个设备里面呢 你可以 使用所谓的 One Port 这个功能 那One Port的功能呢 它 顾名思义就是一条线接出来嘛 所以你只要接到它的 这个 你要接的所谓的一次车的那边 Primary Side这边 把它接着 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那接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量车它的一个 这个图形 那你想 诶我量在量什么 记得 在量车的一个 这个 参数上 你把它选择 你要量电阻 RS 那你量 量到RS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 电阻 基本上就是属于 直流的一个 那个 电阻嘛 所以呢 你看低频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这边是1赫子 1赫子 对应起来呢 这边是4.932 也就是说 大约是5欧姆 大约是5欧姆 那你就可以知道了 这个R1 基本上就是5欧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 把这个R1量回来了 量R1就是等于大概是5欧姆 那接着呢 我们就要量我们的肉感 以及我们的护感 但是呢 这两个电感呢 基本上 它是串联的 所以没办法区分 所以我们先定义一个参数 称为叫L1 L1呢 就是我们 这个 我串联电感 跟我的护感 所加起来的这个值 我们称为叫L1 你先把这个值量出来 我们才能 我们接下来来进行 它的一个量测 应该说来做一个计算 那在这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同样是用 ONE POLE的这个方式 去量它 那同样的 这个量的时候呢 比较大的差异 这边要改成LOS 刚刚不是用RS RS就是量电阻 LOS呢 是量它的那个 电感量 这个就把它区别 它自动会去 去帮你分辨 你只要 但是你要自己去切换 切换完之后 它会去做计算 那我们就可以量得到 比如说 在这个条线 其实还蛮 还蛮平坦的 那我们在 比如说在40Hz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感量 是大概 83.574mH 那这个值 其实是L1 也就是说它包含了 那个 你的那个质感 以及护感 好那量完 它的一个 这个电感之后 我们说过 我们必须把它拆开 拆成什么 我们又必须把它拆 拆开成 这个质感 跟护感之间的一个值 把它拆开 我才有办法在 绑针的时候 或者模拟的时候 去输入这个值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次用一点点 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要量什么 我们量争议 等下你就知道 为什么要量争议了 那我们争议 我们先定义为 这个争议参数 我们定义为叫做G 那这个G的量法 我们必须知道什么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同样用这个 把讯号丢到我们 那个一次测这边来 但是呢 我们在Channel1去量输入端 然后Channel2呢 这是不一样 我们去量这个变压器的输出端 所以 它是有两个 那个Channel的比例争议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选 OnePort 我们选什么 我们选我们的GameFace 这个选项 去量它的增益的变化量 去量它的增益变化量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量到这个图 我们称为叫增益图 增益曲线图 那在这个增益曲线图 我们就可以知道 因为我是Channel2 跟Channel1的比较 那所以这个 这个 对这个变压器来说 就是我在我的一次测 输入一个讯号进来 然后从 那个二次测 产生那个讯号出来 对不对 那去看这个比例 的一个变化 那这边已经帮大家 把公式收敛完了 所以这个 G 在物理上 它的一个 争议的一个 数学是 就在这边 有兴趣的朋友 自己去 去推敲 那这个 A 我们这个 定力上就是 你的变压器的一个 圈数比 变压器的圈数比 那我们根据这个参数呢 我们就可以 开始计算了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电感量 以及这个 争议量 我们就可以开始计算 这两个电感值 怎么计算 很简单 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个 那个 争议代表是什么 对吧 所以我们把它做一点 这个 刚刚那个数学式的 这种所谓的调整 调整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很好玩的事情 G G 倚枝 对不对 A 是你的那个 这个 圈数比 所以倚枝 R1 是我们一开始就量出来的 就是我等效的串联电阻 这我是量出来的 L1 也是我量出来的 对吧 L1 不是就刚刚说的 两个电阻之间的一个 累积 那但是L1已经量出来说 倚枝 那都是倚枝 只有一个东西位置 哪一个东西位置 Omega Omega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 横走的一个频率 所以 这牵制到你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那你比如说开关频率是 1K你就带1K 500K带500K 那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换穿出什么 Omega 倚枝了 那整个右边的四值都是倚枝 我就可以得到什么 哦我的护感是多少 那有了护感 那L1我又倚枝 那我就可以计算出我的 自己的一个质感 那质感有了 那 就是说我们整个都可以去 换算出来 对不对 刚刚是我的护感 假设 他是在他这个假设情况下 他这个频率用40而已 这个无所谓 这只是一个范例 Omega 应该是带你自己的一个操作频率 那你就可以 算出他的一个护感 以及他的质感 那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 所以今天的影片 我们就计算出了什么 我们计算出了这个电阻 还有计算出这两个电感量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还没计算的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还有什么还没算的 有没有这个 这个C1电容 C1E2电容 C2电容 还有右边这整串都还没算出来 当然还包含了这个RC 对吧 所以呢 今天的影片呢 因为比较简短 希望用简短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就好 太长了 没人看 而且你也看得累 我们先慢慢来慢慢消化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哈啰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来继续 呃 变压器硕模 或者称为建模的第二个影片 我们来量 我们上一次是量Primary side 就所谓的一次测 那我们这次来量Secondary side 它的一个电阻以及它的电感 这个同样的我们让这个图啊 来简单回顾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要计算的 或者说要把它量出来的呢 是我们的这个漏感 不是 这个不是漏感 这个是质感 这是二次测自己的这个电感量 以及它的等效的串联电阻 那这个部分的量测 就跟我们在上个影片非常的相似 因为 我要量Secondary side 对吧 所以呢 你只要把这个变压器 我们注意看 看起来很像 但实际上我的一次测 二次测两边是相反的 我们把一次测是开路的 不接任何东西 二次测呢 把它接到我们的 PODER100这个设备上 那我们同样用的方式 因为是一个POR 所以选用的是one port 这样的一个量测方式 你就可以量到它的电阻 那因为是要量电阻 5G的在量测的那个窗口那边 把它那个window 把它设定为我要量RS 那它就会量出一个电阻值 这个电阻值给你 比如说我们这边看的到是1K 假设我用1K 那1K指的是 它里面有个颗色 不是说量出来只能是1K 它是整条线给你看 那我们只举个例子 你把科斯放1K 你可以看到它大概是5.326Ω 这个是它的一个电阻值 那L2的量测 就跟我们那个上一影片 在量L1一样 但是记得L2 L2的定义指的是 这边有一个二次测的质感 以及偶合过来 这边会偶合过来的一个护感 也在这边 它会整个加起来 所以等一下我们还要把它拆开的 但是我要先量到我的等效串联电感 我们称为叫L2 那因为是要量二次测 所以变压器 注意看是把二次测 这是S2和S1 把它接到我们1POR这边来 高压测 就所谓一次测这边 P1 P2是属于Primary Size 就把它开录 就不接了 那因为只有一条线 所以我们使用的是 OnePort的测量方式 那我们就测量出我们的一个电感 那因为是要量电感 记得把那个Windows的设定 说我要量LS 他就会帮我量LS 这时候我们量出来的 就是L2了 还记得吗 L2是自己的电感 加上偶合过来的电感 所以这边我们就称为叫 那个LL2跟LMAG2 这样子一个两个电感 那这个两个电感 我们必须把它拆开 才知道真正的那个质感是多少 所以怎么拆呢 还记得吧 我们互感之间 事实上 刚我们上一个影片 已经把 在那个 那个什么 一次测那边的互感 已经找出来了 那找出来就简单了 因为互感 在一次测 二次测之间的关系呢 它只是一个 变压器的圈数比 那变压器自己绕了 应该自己知道圈数比吧 对吧 所以圈数比有了 那你把N1分至N2的平方 乘上原来的一个 在一次测那边的护感 就可以得到二次测的护感 那有了二次测这边的等效护感 那我L2也算出来了 那L2又等于这两个相加 所以只要把L2 减到你自己的 这边的一个护感 二次测的护感 不就可以得到二次测自己的质感 质感量 这样就可以把它拆开 对吧 所以呢我们这个影片啊 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其实方法跟一次测 量测那边很像 差别就是一次测用完的 量完的东西 所以二次测就不用再量了 我直接把它拿来套用 所以后面的量测会越来越简单 因为很多参数 在前面已经量过了 所以我们这个影片呢 我们量了什么 L2 我们也量了这个 不是L2 R2 口误了 那我们也量了L2 那L2呢包含了LL1 所以我们把LL1 也算 也把它算出来 当然我们刚才也说过 怎么把这个计算过来 对不对 N1分之N2的平方 乘上一次测的那个护感 就可以得到二次测的护感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影片介绍 那我们简单来是回顾一下 那我们还有什么还没计算的 对不对 我们还有这个几个东西没有算 对不对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我们还有四个参数还没有得到 那我们就 接着就 由下一次的影片 再来继续拆解其中的一个 谢谢大家观众 谢谢拜拜 哈啰大家好 这个被鸭切硕膜 或者称为贱膜 这个一个影片要给两岸朋友看 很多名词还要切换一下 不过我自己搜寫 当然是台湾这边的名词 如果在大陆朋友发现我的名词 不是你们惯用的 那就见谅了 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 那当然是以台湾为主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学习过程的一个语词 这个有时候要切完也是蛮困难的 好 那我们这个影片呢 进入到第三个 那我们今天要量的呢 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Interveding的一个Compestant 那我们之前有量了很多参数 我们今天要量的重点在哪里 我们量了CE2 我们来量 你在变下器如果绕了一个线圈 在另外一边也绕了一个线圈 当然有所谓的什么三明之绕法 各种绕法 不管 反正你绕了线圈在同一个线圈上 然后两个线圈 应该说在同一个铁心上 然后这个线圈之间 它也会有所谓的寄生电容的一个产生 比如说两个线圈之间的寄生电容 我们称为叫做CE2 那我们今天来量一下CE2该怎么去量它 那怎么量这个CE2呢 我们来把这个等效电路 再把它简化一点点 然后比较好理解 那我们就需要得到一个讯号 可以直接从这边灌进来 然后从这边回去 对不对 我必须把左边跟右边这些电杆或电阻 整个把它排除掉 那既然要把它排除掉 那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他们这些参数 把它短路掉 把一次测二次测之间的线圈呢 直接把它短路掉 所以呢这个量测方法 就会比较有趣一点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二次车这边 把它加一个短路的端子 那这个短路端子呢 也对到接到D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量到我们整个一个 这个两个线圈之间的偶核电容 所以说偶电容 寄生电容 然后既然要知道怎么量之后 就相对就简单了 我们现在要量C12 那C12呢 我们只要用one port的方法 one port的方法 这个线过来呢 对一次二次车这边 其实是短路的 接过来 然后这个D再回去 它是这样的一个接法 所以使用的是one port 这样的一个接法 那你就可以量到 这个电容量 这边是法拉 是电容量 那因为是要量电容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Border 100 这个设备 把它切为CS 切为CS 那很简单 就这样一个简单做法就可以了 只是说你要去产出这些端子 让它可以这样子接 通常要自己做一点手工艺 这就考验大家的一个手工艺 但你只要有那个字句自己做好 这么一接啊 那你就可以量到 相对的一个 这个寄生电容量C12 那你把它切换为CS之后 你就可以量到C12的一个 它的电容量 那当然 在不同的频段 它是有不同的一个电容量的 那比如说我们在 看高频一点 看到3Mbps的这个地方 3Mbps 那大概是1.96pkf 那这个地方它就会有所偶尔的关系 包含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EMI 在二次车这边 有些人会说 我的变化器怎么隔离了 还有熏号回来 事实上它透过这种电容 是会偶尔回来的 所以这个电容是 有时候我们在设计高频的一些应用的时候 这些电容都是必须被考虑的 那怎么去降低C12 这个绕法是什么 当然让大家自己去想想 我们这个影片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不管你怎么去改善它 但是改善完是多少 那我这边是教你怎么把它量出来 来做一方面的一个确认 以确保你的想法是有效或可行的 免得你说我这样做理论上可以改善 没有效 没有效有可能不是这个没有效 是根本你绕的方法 并没有改善了这个C12 好 那我们来同样的 要回顾一下我们还有什么还没有量呢 我们接下来还有三个还没有量 就是在自己线圈 Primary side的线圈 它里面的机身电容是多少 Secondary side 这个线圈它自己的机身电容是多少 以及这个铁芯的电阻大概是多少 那我们就由以后的影片来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尽量把这个影片尽量缩短 还是希望说不要太大的压力 慢慢把它吸收 那你有时候葫芦吞藻不一定是好事嘛 那闽南话说吃饭吃得快 打破碗的机会也快 放弃的也快 那学习是没意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 yohho大家好 那我们这个影片变压器硕模建模 来到了第四个 我们来量测一下一次测线圈 这个在绕线的时候 这个总会有线圈线很长 那绕一圈之后线跟线之间的机身电容 那总多数是多少呢 我们先来教大家怎么去量它 量它有一些技巧 不是一量马上就得到 还要稍微计算一下 所以这个过程挺有趣的 也可以学习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量什么呢 我们先来量一次测 高压测这边 这个C1 这个电容值是怎么把它得到的 那我们刚刚说过嘛 这个电容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量到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等效电路 我们要量我们的C1 我们要量我们的C1 把圈起来我们量这个C1 那我们都看得到 C1并联的一堆参数 并联的一堆参数 我怎么把这个C1 跟这些并联的那个L跟CR 把它拿掉呢 剩下我C1呢 那就要需要一些技巧了 因为这些参数是最后是等效 全部是并联在这个 两个端子这个端上 比如说我们这边叫A 这边叫B好了 全部等效在上面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来看的话 我们来定一个等效的参数 我们定两个 我们定出第一个 我们称为叫CC1 CC1就是整个等效电路上的 等效并联电容 我们称为叫CC1 我们要定了一个LC1 就是整个等效电路并联的电感 我们把这两个定义出来 然后定义出来之后 我们也可以知道 所以CC1这个参数呢 其实就是等于原本的C1 加CE2 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CE2已经量到了 这很重要 所以等一下我们只要量到某一个电容值 它本身就是 跟 就是去减掉C1就可以得到C2 对吧 第二个 我们那个L LC1 就是这个LC1 把全起来 这个LC1 这个LC1 本身 又会等于电感质感 我就这个质感 加上我们的那个一次车的护感 加上 应该说 加上这个分数 这个不好念 就是LMG1 加上N平方的二次车的质感 以及这个LG1这个护感 其实就是这两个并联 相加分支相乘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念起来太老舍了 自己看一下 这个相加分支相乘 就是这个并联的意思 就像电阻一样 把它并联起来 并联起来 再加上我这个质感 不就是LC1吗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本身 不要忘记 这个质感 我们已经量过了 护感我们也量到了 圈数比 我也知道了 所以事实上 LC1是已知的 这个很重要 LC1是已知的 那有已知之后 我们等下量出来的东西 才能去计算它 所以你要记得 我们刚刚一直在宣导一个事情 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的是C12已知 很紫色的 然后LC1 目前也是已知的 接下来就是跟大家讲 那我们要量什么 来计算出我们所需要的C1 那等效电路有了 那我们就是一样 我们去量它 那量的方法 比较特别一点 你的正端 从P1进去 那将P2 S1 S2把它短路起来 接到D 那接完之后 同样只用one port 的方法去量它 那你量这个做什么 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Empedance的方法去量它 用Empedance的方法去量它 那量出来了 你会看到 这个电阻啊 这个电容啊 做什么 那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我们要的只有一个东西 什么 我们要这个频率 这是什么频率 邪正频率 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量测的人啊 其实他们想的很多怪招啊 但是你懂了就没什么 那不懂的时候 你量这个做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量这个邪正频率 那等一下要说 现在关键是你要先知道 这个电容跟电感的一个交界点 从电容啊 变成电啊 这个 这个电感啊 这个一个交界线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是在 1.334MHz 那我们 求这个是为什么呢 啊 关键的第一行公司是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在邪正的这个瞬间的点啊 这个频率下 电容量 就是电容产生的组织 的那个什么 它的主抗 跟电感产生的主抗 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就是说 电容跟电感之间是互相抵消的 我们这个主抗是互相抵消的 那互相抵消就很有趣的啊 那互相抵消的这个频率 我知道 频率我知道 那我就不就可以知道我的 那个电容值跟电感值了吗 那电感值 我已知 我就可以算出 我的什么 电容值 它的用的原理就是这样 就是找到它的 邪正频率 然后因为这个邪正频率下的感值 我是知道的 那邪正频率下的感值 我知道 我就可以得到 相对应的容值嘛 因为这两个是抵消的嘛 就算出了 我们的CC1 那我们又说过嘛 CC1 不就等于 C1加CE2吗 对不对 那C1 这个C1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那CC1 已经知道了 C1 也是之前就知道了 前面的影片就说过了 所以就可以得到什么 那C1把它移到左边来 CC1把它移到右边来 C2已知 那不就算出 我们的C1了吗 所以今天影片是跟大家分享 我们利用了邪正频率 电容的容抗 跟电阻电感的感抗 这两个是可以对销的 这个一个简单的原理 你可能没想到 我以前还在学习的时候 过程中也不知道 那我之前在试着量的时候 对哦这个方法还真的好 那所以呢这个方法就是 用这个影片来跟大家做简单的一个分享 所以我们今天呢 已经把这个C1把它量出来了 那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还有什么还没量的 我们还有C2 还没有量出来 我们还有RC 还没有量出来哦 所以接下来就请各位 为广大的网友们 那我们就继续期待我们后面的影片 跟大家做分享 谢谢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那我们这个影片呢 进入第五个阶段 来量一下 同样的变压器硕膜 都能称为键膜 Transformer Modeling 我们来量一下 Secondary的Inter-Widding Widding的那个Compestance 就是二次测绕线 这个线圈啊 自己的寄生电容 那我们来同样看一下等效电路 我们要量的呢 今天要量的就是我们的C2 就是C2 就是我们今天要量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量测过程啊 其实上跟C1 根本是如出一测 所以我们今天教学相对会简单一点 因为如果你有看的上影片 那这影片就相对简单了 同样的我们为了量这个C1 我们要做一个等效电路的一个简单的缩减嘛 来好好理解 因为呢同样的C2 这个电容 它旁边挂了一堆电容跟电感 还有包含这个电容嘛 还有一堆电感 那我们要量测呢 也不希望量到一次测的地方 所以记得一次测是要把它短路起来的 我们要量的是二次测 那这么一来一往啊 同样的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所以等效上你从这两个点 从这两个点往这边看进去 你等效上就看到什么 一个并年的电容 跟一个并年的电感 那这个电容呢 我们先把它定义为叫CC2 电感呢 我们就先把它定义为叫LC2 那CC2 CC2啊 其实就是会等于C2 加CE2 这有点像串联的没有 从这边进去 这边过来 然后并联 不能刚才说错 不是串联 口误的并联 那并联 电容的并联是相加嘛 所以是C2加C12 那电感呢 跟我们上影片就很像了 就是这个串联的电感是LL2 对不对 加上这两个电感的并联 那电感并联跟电阻并联是一样的 所以是相加 分支相乘 那同样的 L2已知 这个护感 这个质感 我们其实在前面影片都已经交完了 所以全部已知 那么也就是说 LC2 这个值 我们现在已经是已知了 实际上就已经可以算出来了 只差什么不知道 我们换个颜色指示来看一下 所以已知的把它全起来 那 这个C2是已知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要算出什么 我们就要得到我的CC2 我才可以去算出我的 这个 C2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很明显 我们要知道CC2 的一个值 所以我们去量它 那量车方法呢 如果上影片有注意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 当然不是直接量 为什么 因为我这样直接去量它 我会量到 LC2跟CC2 是并联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上一个影片 要记得我们怎么加 怎么量吗 我们把另外一侧是短路的 对不对 短路到D 然后呢 它的S1 就是灌你的讯号 那我们在上一个影片是什么 上一个影片是对P1 注入 然后把这个地方 短路到D 这个两个方法 事实上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方向相反 那因为是一个Port的量测方式 所以一样选择OnePort 这个量测方式 你就可以量到 这一张 那个主抗图 这个叫主抗图 我们叫impedence 的一个图 那 有去看三个影片的 网友 或者朋友 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量这个图 因为我需要知道它的斜震频率 那为什么要知道斜震频率 因为知道斜震频率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有趣的 在上影片已经介绍过关键的地方 关键是什么 在斜震的时候 电容产生的主抗 跟 应该说电容产生的熔抗 跟电感产生的感抗 它刚好是一样的 那一样的话呢 我把这个Omega 把它移动的位置 那就可以得到什么 C2 基本上 就可以算出什么 应该说啊 这个我们把它圈起来 我先换个颜色 这个把它圈起来 这是什么 CC2 CC2 这个电容量 本身就会等于LL2 的那个电容 的电感量 它的这个 应该不是电感量 说错了 再口误再讲一次 CC2所产生的熔抗 跟LL2 产生的感抗 会刚好一样 那因为用这个原理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 我的CC2 这个值是多少 用这个公司去算 CC2有了 减掉CE2 这个值 不就等于C2了吗 那CE2 我们在以前的影片 已经量过了 所以这个有了 那 这个LC2 我们刚刚 前两个PowerPoint 已经把它求出来 是这个嘛 那 这差什么 协证的一个频率 所以协证频率带进来 OK 算出C2等于6.67pc 这个方法呢 跟我们上影片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重复一下 他用的原理 就是那个协证的时候 电容产生的熔抗 这个应该说等效电路上 整个等效电路的 所有的等效电容 这个并年的等效电容 他的一个熔抗 跟他并年的电感的感抗 会刚好一致 也就是这个地方 只剩下电阻 那既然这样 跟他剩下电阻 那我就可以 把电感的电容 直接换算嘛 当然要一个是椅子 所以一开始就知道 电感是椅子 去换算出 我们的一个电容 好 那我们来想一下 还有什么还没量呢 就剩最后一个了 RC RC 那RC比较特别 他不是一个值 他是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呢 他是会变化的 那这个由我们来下影片 好好来跟大家 少会聊一聊 那我们呢 这个影片主要都还是 以教学为主 并不是研究探讨 所以呢 当然我跟我的客户 在研究的 在探讨会更深入 那网路上深入多了 其实 每个人想法不同 这个喷来喷去 也意义不大 所以我就想说 讲一些基础一点就好 好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 谢谢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进入 变压器硕膜建模 第六个影片 也就是这个系列的小小的一个 Ending 最后一个影片 因为我们就剩下一个参数没有量 就是铁芯的电阻 当然这铁色电阻 并不是指的是 铁芯自己本身的电阻 所以我们在等效上 会量到一个电阻 那这个电阻怎么量呢 我们又来看一下它的等效电路 从这个点叫等效电路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 基本上是并连在我们的一个 附感的上面的 就是它并连在上面的 所以你直接去量它呢 基本上是非常的困难 而且你也拆不开 因为它是有一些偶合关系 你拆不开 所以我们它需要同样的量完之后 用数学式去表达它 去做解析它 那怎么量它呢 我们同样的使用的 因为我只要 我们是把它 等效是放在我们的一次测这边 所以我们二次测 我们同样是把它开路的方式去量 然后使用one port的方式去量 量它的什么 量它的一个主抗图 我们这次量的是它的主抗图 就是说整个频率 这个横轴是它的频率 整个横轴频率 对于这个看进去 所有电阻值的一个变化 就主抗值的变化 但主抗含的是 实部跟虚部 含相位的 这个阻值是含相位的 但它的那个什么 这个整个主抗值的那个 比较等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对完想不讲绝对值 这个绝对值 就是它的电阻值的意思 实部的值成为叫电阻值 那我们简单的来另外分享 大家可以看到在10k之前 它基本上都是线性的 不受任何的寄生电容的影响 那所以其实啊 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到 在10k以下 你完全 如果你的那个频率是在10k的 操作频率在10k的以下 其实上你完全不用考虑 寄生电容的一个影响 当然高于这边 我开始就有一些 寄生电容的 这个影响啊 那就要开始 做一些不同的一个考量 这不同的考量 那这个图呢 我们主要是看到什么 那我们先知道 在这个组抗里面啊 如果你把它拆成10步跟3步 我们这个就不推导给大家 直接给大家看答案 有兴趣 你可以看那个Omicron ABODER100 他们网路上有很多的资料可以看 那我是经过他们的同意 截取他们的资料 来这边做简单的分享 那这一条线 这整条线 我们称为叫Z1 因为我们是从一次测量进去 所以我们用Z1来做一个表达 这个Z1 它的整条线的组成 事实上它有分成10步跟虚步 然后10步跟虚步的平方累加开根号 就是它的一个等效值 就所谓的等效值 所以Z1事实上是等效值的结果 Z1的等效值 这边的一个等效值 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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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平均 平方累加开根号 就是它的一个绝对值 我们看到这条线 事实上是它的绝对值 那从这个公式 我们会看得到 RC 就是我们铁圈绕线之后 等效上的电阻值 如果我们把它趋近于无穷大 那么你从线圈看进去 你只会看到R1 10步只会看到R1 虚步 就会看到我们的质感 跟它的一个漏感 当然 这边要提醒的就是 我们的一个线圈 如果你要说 所谓的 这个铁芯是低损耗的 事实上低损耗的意思 这个Loss比较低 损耗的意思 事实上就是 RC 是变大 因为变大 流往这边的电流 才会变小 全部往电感那边流过去 等下 我们再从下一页再另外说一下 所以只要自己记得 RC越大 那你的磁损 就是磁所产生的损耗 事实上就是变小的 那这个纸呢 事实上跟实际操作的一个状态 也有一些关系 因为 磁本身 它在不同的负载情况下 它会有不同的一个 这个磁性元件上 它本身自己会保 包含是饱和 或者它的磁 磁通量 都影响到它的一个特性 甚至不同材料就不同 所以这个图呢 事实上量起来 我个人感觉 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参考 让你知道 你的一个 十步虚步的一个状态 大概是长这样 但实际操作 说实话 RC 量出来的一个意义 拿去仿真的意义 不太大 那也非常难算 应该说很难直接去取得 而是用这样的一个公式去算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公式可以看到 除了 那个RC以外 所有的参数都是在 刚刚在前面的影片 都已经计算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样可以去反算RC 那你去反算出RC啊 的那个这个条件啊 出来之后 你再去模拟啊 事实上 影响非常非常的小 为什么 因为一般的RC是很大的 它不太参与这个一个运作 除非你用的是太夸张 太烂 太便宜的铁心 这个RC特别小 那当然就会影响到你的一个 变化量 就是一个 这个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RC 我们大概是怎么去 反算出它 但一般是不会去算 那你刚刚讲的 这个RC不是说这个线圈 这个 不是线圈 这个RC越大 损耗越小 就是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阻值越大 它电流就不流过它 那产生的那个损耗 就是你的变压器的发热的状态 那是就可以缩小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RC 越大 那损耗就越小 这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概念 所以呢我们这个整个系列影片 就已经把上面所有的这个RC 都量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希望这个系列 有一个happy的ending 那你自己也有一个happy的learning curve 在这个系列影片上加起来 我猜一个影片大概六七分钟 或甚至五分钟 所以66 36至少有三十几分钟 那希望这样的一个 不是很长的时间 那你可以学到 你所需要的东西 OK 那这个系列结束 我们就下个系列见 谢谢 拜拜